上热下寒 每天拍打这个血位 十分钟 全身都会软起来 你有没有这种情况 上半身像个小火炉 动不动就上火 口腔溃疡 嘴角长泡 脸上容易长痘 喉咙痛 眼干 眼色 有时还会有牙龈出血 流鼻血 而下半身会像个冰窖 大便不成形 便糖 腰膝酸冷 手脚冰凉 尿瓶 女同志还会有公寒痛经 老百姓说 这种是火往上走的体质 我们中医管这种情况叫 上热下寒症 为什么会出现上热下寒呢 简单的来说 就是由于宗教不通 阴气胜于下 而虚扬上浮 导致上热下寒的一系列症状 宗教呢 就是脾胃 及它周围的一个物质环境 它具有消化吸收 转运 水骨精微 和化身气血的功能 可以说是五胀六腑的大管家 所以说 宗教不通 身体里面的气血阴阳 就无法正常运转 那么怎么样打开宗教呢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血位 每天拍打十分钟 宗教就会打通 气血就可以很好地往下寻行 上热下寒的症状就会缓解 整个身体也就会缓起来了 这个血位就是气冲血 气冲血是逐阳明未经的常用输血之一 在腹骨沟区 十股联合上缘 前正中线盘开两寸 动脉搏洞处 每天可以用空心拳 轻轻地敲打这个部位十分钟 不但能够疏通中交 让下行的气血通畅 而且对蓝童子的前列腺问题 女童子的复刻问题 都是有益的